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昏黄灯火 看看烟火人间的安全感 王一博是一个执念感很强的人 认定的是一定要做到 21岁喜欢的东西到了81岁也要坚持下来 在关博宣发这首歌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再以暴速 这个词语就是形容坚持一种信仰 固守素质的美好品质 也和王一博之前在采访中说的那句话不谋而合 新歌上线之后迅速出圈 甚至还出了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词念念不忘 同样也是指一种坚持 20岁坚持的事物 永远不会改变 专一 专注 念念不忘 似乎这首词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不仅仅只是王一博一个人 更是那些在黑暗夜里执守信念 并且朝着梦想努力发光的每一个人 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地追梦着 日复一日地坚持拼搏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平凡 但可以选择坚韧和坚持 即便无数次被击倒被打败 可内心依然回荡着坚强的信念 世界很大 众生很渺小 可我们也缤纷尘埃 而是散落在各处的星光世界 不曾暗淡 我们以梦为光 温暖自己 照亮彼此 他从来不会是孤单的前行者 因为背后还有一群支持他热爱他 喜爱他的人 当我们沉浸在新歌的温暖声时 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那就是几乎每一位歌手发布新歌时 都会有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词条 难听灯上热搜 评论去门黑子的言语态度 真的满满恶意 这似乎是那些无脑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以为否定别人就能凸显自己的优秀吗 新歌免费 好听难听 每个人都有权可以先去听听 每年一首新歌 是他给自己给粉丝的礼物 也是他内心的独白和感悟 空灵治愈也沉重 即便不能理解背后的深意 但也凭借着客观去感受 努力了不被承认 善意待人却被伤害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重伤和抹黑 误解和没来由的恶意 每一次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击 不说不反驳不代表没有伤心刺痛难过 一个人能够把说不出来的话 流不出来的泪都藏在旋律里 努力磨平自己的伤口 治愈自己的心灵 告诉自己无畏挫折 一往直前 努力终有回想 与其在意别人的误解和不善 王一博他选择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 选择他自己的姿态 活出无可替代的王一博 云雾散去 光会照进来 不被认可的付出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报 这就是努力的意义 坚持的结果 当然面对这些不和谐的声音 我们也可以选择忽略 同一件事 不同的角度 也可以想出不一样的结果 就把这些声音这样的热搜 当作为王一博新歌的变相宣传吧 不去对黑 粉丝的态度捐粉 也是为郑主博的路人员 有时间关注黑子们的言语 不如关注我们郑主的新歌 一起和他做一个温暖逐梦的人吧